零一七九三一半就是千萬四十分 一二七 哇!標準的嗎?標準的嗎? 田姊兒 哎呦 田姊兒 直接走個臺步 好 來來 來 哎呦 李一七她在宣傳是小琪琪 零件練了十年了 不過她的鋼琪也有15年的經驗 我再有兩年 哎呦 天啊 好多喔 中西都有學 那我要先詢問一下 我要先詢問一下 是什么意思 就是她的 就是她的样子就是像学音乐的 很有气质 听她的声音讲话 大家好我叫林一昕 好学生 好学生都是这种声音 你是林俊玲跟侯佩晨的混合 好漂亮 我跟你讲只可惜 如果是念师大那就厉害了 是哪一个学校音乐系吗 师大 这么巧 这么可能 那你一定是细花的 你那么美 你以后想要当主播吗 你很适合 你可以报新闻前说 你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晨间新闻 然后开始拉小鼓势 几年级 要升大二了 又正然后又学乐器 好美 对啊 你要学古增两年 就国中的时候 古增 那你会不会弹那个十面埋伏 我没有那么厉害 十面埋伏怎么 你怎么 我终于是皮卡的 皮卡 是古增的 没有没有没有 十面埋伏 他也有把那个古增放 躺着这样 躺就是 你讲的是那个东风不败吧 没有我讲的是功夫里面 东风啊 你会干嘛 轻轻球啊 爱猫层吃 所有的东西都跟猫有关系 还曾经跟爱狗的人吵架 为什么 都搞成这样 爱猫爱到成这样 我就很喜欢猫 然后所有东西 几乎有猫的 我就一定想用这样 那为什么会跟爱狗的人吵到架 我其实也没有很吵 就是 比如说在外面看到野猫 然后我就奔过去 你好可爱 然后什么的 结果那个爱狗的 他就会把我拖过来 然后说 你这妖孽 然后走开这样 但是那个爱狗的人太过分了 可是假如今天路上是狗 就角色颠倒 我们平时爱狗的人 不会这样说话 你看 爸爸是医生 在耳如木产下 还会在家里帮爸妈打针 在耳如木产之下 产下 耳如木染之下 爸爸是医生 家世又好 人又长得漂亮 又会拉小提琴 又会弹钢琴 还不会坐公车 你的命有点太好 那你都怎么样 命很好 怎么样用你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应该就脚跟捷运吧 你今天网上一定急到爆满 真的是 你根本就完美情人 你一定有男朋友 完美了 对不对 有没有什么缺点 你们看有什么 没有缺点 鞋子的部分 画一双就OK 什么意思啊 白色圆头鞋 是音乐系的最爱 真的吗 行在拉得好 那就吓死人 一定很好的啊 小心 会吓死 三次再鼓励一下 应该又是球鞋 好好听哦 好好听哦 是一种子 你不商量 姐妹 是音乐 i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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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